咱们中国名胜古迹非常多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名胜古迹 几乎都有些名联 都跟这个对联密切相关 那么今天这个讲座开始之前 咱们来看一个对联 盛基曼巡周住史 雄关重堵汗楼船 这说的是什么 哪儿的对联 这儿说的就是汉古关 这两张图就是在今天的 汉汉古关的固址上 那个对联的照片 上联就是盛基曼巡周住史 下联就是雄关重堵汉楼船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一讲 玉陕两地之间的这么一处地点 汉古关以及既其而起的另外一个雄关 铜管 我们今天重点就说一说这两座关 那么陕西和河南 都是中华文明的这个核心地带 你可以注意到所谓三皇五帝 以及夏商周 这段历史 这段传说 你可以注意到他们与这个黄河中游 始终是密切相关 从上古时代开始 无数的人人之士 无数的英雄 无数的传说 很多的文人默克 都跟这个地方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堪称上 堪称是中华文明的重重之重 周秦汉唐以此为重 所以说 这两个地方的历史合到一起 基本上就是半部中国史 尤其是前半部中国历史 既然如此 那么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交通 那就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 韩国关和通关 他们就是这两处交通 要道上的两座雄关 时间是相继而起的 堪称这两个地方 中间的一个防火门 是防卫的重中之重 保卫着两地的这个安全 而且中国历史上 还有一个特点 怎么呢 我们呀 起码从西周这个时候开始算 我们中国就一直实行 这是东西两津制 为什么要两津制 原因很简单 您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交通 以及通讯条件这个限制 就导致如果是单首都制 很难控制全局 因此这种背景之下 你可以注意到 我们在关中地区 要有一座首都 我们在这个中原地区 要有一座首都 两个河道一起 才能够控制全局 因此欲闪两地 两座都城合到一起 像一根扁担一样 把整个中国就给支撑起来了 那么这个扁担的中间点 恰好就是这个 韩古关和这个铜关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 韩古关 历史上啊 韩古关呢 一共有三个 分别是 秦韩古关 汉韩古关 魏韩古关 这个魏韩古关 只是曹魏 我们今天重点说的呢 是前面这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 春秋地名考略 当中有关于 秦韩古关和汉韩古关的 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他说 自铜关东二百里 至陕州林宝县 则秦韩古关 自林宝县东三百余里 至河南府新安县 则秦韩古关 历史上 秦韩古关 在河南的林宝 玉陕交界这个地方 那么到了汉代 汉武帝以后 韩古关搬到了 河南洛阳以西的这个新安县 这个地方呢 是汉代的韩古关 历史上啊 我们知道 陕西的中部 魏和平原叫做关中 为什么叫关中 这个地名 按照史籍的记载 也和汉古关 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 三府旧式是怎么说的 他解释了这个名词 什么叫关中 他说 西以散关为县 东以汉古为界 二关之中 魏之关中 就是 关中平原的西边 有散关 又叫大散关 然后呢 他的东边 就是汉古关 两关之中 这就叫做关中 就是这么来的 关中这个词 由此就跟这个汉古关 密切相关 那么汉古关 就控制着 从关中地区 通往河南的 这个交通要道 而且为什么叫 汉古呢 形容其地势 因为这个地方啊 地势非常的显要 你想一想 地势不显要 在这射关干啥 对不对 地势非常的显要 以至于啊 说是那个道路狭窄 深藏如寒 因此叫寒古关 因为在古汉语当中 寒指的是匣子 对吧 你可以想见 两山之间 夹着了一条交通要道 然后呢 交通要道非常狭窄 就像一个狭长的匣子一样 因此就叫做寒古关 就这么来的 而且呢 寒古关什么时候建的 现在呢 学术界还有不同的 这个看法 不过呢 多数学者认为呢 可能是 商鞅变法之后 秦孝公 从当时的魏国手里边 把小寒之地 给夺到手里边了 然后在这儿 设置了这个寒古关 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秦寒古关 可不是指秦始皇建的啊 在秦始皇之前 就已经有了 这是战国时期 建立起来的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由于帝势显耀 所以号称叫做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自古以来啊 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你比如说 秦国与六国 还有刘邦 与这个项羽 等这些人都在这个地方 发生过战斗 所以这个地方啊 可以说 越近沧桑 见证了很多历史大事的 这个发生 不过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呢 不是这些战争 我们啊 要讲几个成语 这几个成语 也跟这儿密切相关 第一个成语 还是个吉祥话 什么呢 紫棋东来 大家耳熟啊 咱们现在过年啊 写春联 经常有这句话 紫棋东来 意思就是 吉祥之气 要来了 这是个过年话 那么这个紫棋东来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儿 而也就是刚才我们 念的那个对联 上半句 盛机曼旬周住时 说的就是这件事 首先得解释一下 什么叫周住时 周 东周 住时 住下时 那这位东周住下时是谁呀 鼎鼎有名 老子 老子曾经到洛阳啊 担任过周天子的住下时 替周王使啊 管图书等这些事 而且就在洛阳的时候 他担任这个住下时的时候 据说孔子还曾经去拜访过他 这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子见老子 那么这个后来啊 东周啊 王使 你别看已经是个小朝廷 就这还闹内乱 然后呢 老子目睹了这一切之后呢 觉得呀 周王使啊 是彻底没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心灰意冷 于是他器官不作 他呀 走 往哪走呢 往西边走 而他这一走 就发生了一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史记是怎么说的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字引无名为物 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 至官 官令已喜 曰 子将引以 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 乃著书 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 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其所中 就说 老子啊 他来到了 韩古关 然后过韩古关的时候呢 被这个 韩古关的官员 叫尹喜 把他给拦住了 拦住之后呢 你要知道啊 尹喜是他的小迷弟呀 见到偶像 简直激动得不得了啊 于是啊 就跟他说 您现在要去隐居 那啊 您能不能给我 留下个著作啊 要我说这尹喜 是真够可以的 怎么呢 人家别人呢 一般来讲啊 粉丝见偶像 最多就要个签名 没想到 咱们这位粉丝 拦住偶像 仍让偶像给写了一本书 啊 史上最强啊 结果 老子写下了五千言 这五千言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 耳熟能详的 这个道德经 写完了之后 老子西去 然后 这就 不知所踪了 由于他不知所踪 因此呢 就给后世留下了 很多想象的空间 那这个东西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紫气东来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紫气东来 这个说法 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 演绎出来的 鉴于 有一本书 叫《猎仙传》 《猎仙传》里边是这样说的 老子西游 官令 引起 望鉴由子气 浮官 而老子 果乘 青牛 而过也 然后 他就拦住了老子 如何如何 请大家注意啊 在这里边说 鉴由子气 浮官 老子头上 有一股子气 然后这个子气啊 就跟着老子 就这么一路过来 因此还没见到老子 就先看着一团紫气 您要知道 在中国自古以来 紫是高贵的颜色 你像唐代宰相 穿的那个官服 三平以上 就是紫颜色 紫是高贵的象征 那么紫气 是贵人之气 是吉祥之气 所以 这个紫气东来 这个故事 就这样诞生出来了 他的故事的主角 就是老子 说老子就是圣贤之人 所以呢 他头上有这个紫气 使得别人远远 看见就知道 圣贤之人来了 然后 他在这儿留下了 《道德经》如何如何 所以啊 刚才提到的这个 对联里边提到 这个周祝使这个故事 说的就是老子 紫气东来 这个故事 那么有关于 老子过的这个官 鲍不子 说是散官 那就成了关中西部了 但是李游写的 《寒谷官名》 则说是寒谷官 那么后世 基本上就统一说法 都认为是寒谷官 那么我们现在 一提到这个紫气东来 一提起这个《道德经》 一说到老子 想到的都是这个寒谷官 《寒谷官名》 《寒谷官名》 《寒谷官名》